上次有關一條是關於香港戲院的 又搞什麼戲院日 三十元票 其實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什麼香港電影的市場那麼差 又不明白為什麼戲院不停撿 這條片想講一個 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的一個道理 就是為什麼以前港產片會成功 是全部跟官有關的 大家可能真的完全不理解 稍後就會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們的立法局 我們的官 是怎樣可以使整件事 扭轉了 將香港這個 以前叫東方荷里活 搞死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說為什麼 一個行業的青盛 一個行業的死 是有很大的原因 稍後會告訴大家 先看看 首先就是現在香港電影的戲院 情況 數字 以及一大堆有關於 香港戲院近年 為什麼這麼怕街的原因 到最後解釋給大家聽 香港 為什麼以前 可以 電影這麼成功呢 是完全因為有一個 政策 真的是 所以現在這些是廢官 原因 很清晰的 一會兒說 在過去十天 嘉禍 嘉禍啟德 以及總統戲院 先後就說了 揭業 要看 香港人 香港人開始說 撐香港電影好像好一點的 然後又說衰回去 戲院不斷側 沒戲院怎麼看電影呢 等於漫畫的人說 為什麼漫畫呢 現在沒有報攤 沒有報攤賣 怎麼做漫畫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2023年 現在看回2023年首季 撤銷所有防疫措施 其實香港戲院和防疫措施的情況 是很有關聯的 那一年 第一季 已經有五間戲院 結業 再推前到疫前 2020年初的時候 到了今天的話 總共累計了16間戲院 當中有11間 疫下三年之內的結業 換句話來說 疫下和疫後這四年 平均每年就有3.7間戲院結業 很厲害的 因為香港本身 只有60多間 現在 每年 5-6% 死定了 重創戲院的政府 所設計的 不斷一波又一波的疫情 弄出來的 規限 要走你一樣 走那樣 於是 沒有辦法 不停業 或者隔行賣票 你知道 你限這限老 不代表你 鐵租不用給 便宜了 便宜了 人工又是隔行賣票 不可以 所以 所以 戲院就被你玩死 就等於你吃肆而已 一定要隔著位置坐 那麼 人多的時候 沒有辦法 賺到錢 賺到錢 你就掛了 龍途之下的 UA戲院首當其衝 在2021年3月宣佈 光影落幕 疫情的三年期間 戲院累積了 停業達到267日 他三年不見了200多日 接近不見了4分1 好傷好傷的 11間戲院倒閉了 疫口 經濟又回復不了 加上 人們想著北上 去北上 去大陸看電影便宜了 真可憐 沒有講一段影片 撤銷所有防疫的這一年 所有五間戲院建業 有方法可以令到戲院不用建業 廢官無腦 不懂 所以這是廢官系列 OK 為控制疫情的話 政府在2020年開始實施各類的防疫措施 將所有娛樂場所 勒令停業 戲院首次被停業 這個年是3月28日至5月7日 雖然戲院在5月8日可以恢復營業 但是要遵守一大堆的防疫措施 包括隔行、禁止飲食、諸如此類的東西 總之就是踢你走啦 不要離戲院 2020年的暑假 爆發了第3波的疫情 政府在7月15日宣布 戲院、酒吧、美容院和娛樂場所 都需要再次關門 這個疫症肯定是打擊很大的 其實外國是有政府補貼的 這個政府 不停會有搖頭 當時的港產片《環外》 這位導演 就憑這個電影 《奇特奇集》 7月2日正式上映 導致休業前的兩星期 票房 僅僅800萬 戲院最終在8月28日有限度地開放 由於 關閉了 所以《環外》上映的檔期 斷斷續續斷斷續續地環國了三個月 經典 但他口悲不俗 所以 一路 一路捱 一路捱了1500萬 成為了2020年全年 最高香港票房的10大電影 因為其他電影 其他大電影也不肯上映了 還我這些都頂著 那你沒有其他電影 當時又掀起說要救香港電影 所以 有點不同 韓國 韓國的電影 即是《施殺列車》的後作 《施殺半島》 原本定在7月15日 港韓同步上映 但結果受疫情影響 也不僅僅要延後到8月28日 所以 戲院 兩度被勒令停業 加上限度的營業 生意當然是大受影響 每個人都輸了 香港戲院 即是全位重要的商場位 難道你在山卡拉戲的戲院 阿謀走去看嗎 在8月戲院商會公佈 呼籲 業主要看出戲院 取消 抵租 不如大家 提成 按比例的 省收錢 包括租金、管理費和其他雜費 以及 多些跟戲院溝通 那麽 那麽 逆下的戲院 第一滴血 發生在沙基灣的 L cinema 在8月28日終止了營運 戲院 只有兩間影院 提供174個座位 元朗戲院在同一年終止了營運 因為你逆下你這麽多人 限制 他本身那些人都害怕 有些沒有那麼害怕的 我想去那麽你又限制那麽又限制去 那麽他沒有興趣 所以你又少了人 這個永遠都是這樣 政府其實應該就很大力 在這些地方補貼 看看怎麽可以幫助這些戲院 但實際上就沒有 其實方法可以先補貼 等他停一段時間 那麽好了 那麽跟著呢 當他得到的時候 其實你又可以 譬如說搞一些三十元牆 那麽這樣 那麽政府去補貼 你看50元 補貼了50元 那麽政府 譬如說 那麽你就 就可以了 那麽你才能令那些行業可以做得好 因為 你這些是意外特別來的 你全世界英國都是這樣 都會補貼回所有的行業 令到他們 平穩 等於沒有 沒有經過那麽的疫情 那麽後來 怎麽從 稅行那麽 又怎麽回到 另一回事 你不是這樣救的 那麽 商人一定死 所以現在 就算那麽存款保證 那麽結果就累到那麽人 保證完 那麽沒有錢 那麽就死了 他都要想方法的 他想到沒有方法 他生存不了 就是 他是個體會來的 他頂不住這麽長的時間 你政府頂得住 所以政府 你不去幫他 他一定死了 現在 其實香港的情況 是 逆後的 調節 那麽時候他沒有 但是 其實他已經撐到 空了 現在 借到政府的錢 那麽就掛了 那麽時候 因為政府 沒有足夠的補貼 給這些企業 於是 他們 在現在就爆了 就是這麽簡單 那麽他爆了 經濟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炒得更多人 減得更多人工 於是香港經濟就一直循環差 就是這麽簡單 2020年 12月2日 2021年2月17日 戲院又再被勒寧停業 原本在聖眼節 新年當期上映的賀歲片 就被迫 然後上畫 18日年初七 放寬了社交距離 措施 當日戲院又再開 首映的總票房 達到300萬 而排在首位就是劉德華 和劉清雲主演的 拆彈專家2 兩個60歲的人去拆彈 挺有趣的 首日上映就收了超距100萬 放寬了10天之後 2月18日 UA K11 Art House的旗艦影院宣佈 提早告別 又一間掛得 加拿并易手指導 MCL的院線 相隔了不足一個月 3月8日香港銀納了36年的龍頭戲院品牌 UA院線宣佈 因為疫情長期經營 壓力頂不住 宣佈6間戲院全部 光影落幕 不是光榮落幕 光影落幕 6間院線分別在 銅鑼灣時代廣場 旺角紳士新世紀商場 MOKO 九龍灣 淘大花園商場 MACBOX商場 青衣城 東會城 我記得以前的九龍城廣場有 一間 現在不知撿了沒有 我都不知道 沒有留意 只有11個月 戲院再次有條件 慢慢重開 入場率 又慢慢提升到35% 不過觀眾入場前要掃描了安心出行 二維碼 和登記個人資料 亦要額外填補健康申報表 22年2月15日 銅鑼灣 銅街 RickToria戲院 結業 荷里活 白老匯戲院 除職在3月1日 又結業 所以一段時間就是這樣 政府幫不到就是這樣 到了第五波疫情 2022年1月5日 林鄭宣布要收緊防疫措施以防大規模爆發 第五波疫情 於是戲院又是首當其衝又中了 但是又是沒有補貼 於是措施一直維持到4月20日 疫後戲院 停業最長的一段時間 106日 撐得沒有 三分之一 一年 兩套的賀水園繁棄工心 合奸辣 都被迫改期到中秋台暑假上映 到了4月20日政府又再宣布放寬疫情 戲院有條件重開 入場率 只可以有50% 就不可以太貼緊 大家 有50%就算了 有50% 觀眾需要打齊三針 或者兩針的新冠康復者 才可以放寬你的痕跡 真是不太快 5月5日再進一步放寬 入場率升到85% 期間不少大片的上映 例如莊姿靈魂 獨行俠 奇異博士 失控多元 宇宙 這些都開始大片例 直到年尾 10月22日戲院就不再有人數限制 直接設疫苗通行政策口債論 直到2023年3月政府宣布 撤銷所有防疫措施 那時候戲院才鬆了口氣 雖然防疫措施未撤銷 但是戲院收入在2023年 就不能回復正常 三間戲院宣布結束營業 包括Cinema City 銅鑼灣JP戲院 粉麗的家和 Dewon 白龍會 Dewon 也要收拾呀 老朋友 Dewon 北上朝 比這個防疫措施 更吵架 在2024年 香港興起了北上熱潮 市民就減少了香港消費 經常走上去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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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玩卡拉OK 留下冰 吃下東西 釣魚 釣魚後 釣魚後馬上煮了 逼多正 8多元就已經很爽了 於是 人們不斷走 不斷走 市面 北上沒有人來消費 於是 又開始出現結業潮 戲院 當然 又是首當其衝 自至4月30日 有兩間戲院結業 剛才說了 啟德 家和和 總統戲院 總統真的很嚴重 在大鬧市 很惡 雖然戲院受到影響 但是電影票房 一直 沒有受影響 大家非常支持港產片 毒涉大狀 在2023年 農林年新年 當期受影 是處於戲院 只是設疫苗通行證和口罩限制零 香港人不能出去旅行 所以在香港找娛樂 毒涉大狀 厲害了 票房高達1.15億 破了紀錄 首部破億票房的香港電影 亦為2023年香港 票房首位 童年第二位是 暑假當期的澳本海脈 西片 輪到 票房 達到 7184萬 你怎麼看的話 發財 可能 只是一兩步 到了3月 所有房地措施都撤銷 香港人報復式旅遊 全部跑去了 去了外國旅遊 跟著去北上飲食 玩啊 熱 玩啊 吃 市民很少留在香港消費 於是 你說 是不是香港戲院又倒閉 那麼 為了鼓勵市民留在香港消費 香港戲院在2023年連續舉辦了 上次也說過 全港戲院日 當日是一律 劃票價30元 夠不夠到 我覺得是夠不夠 暫時只有一個宣傳 好了 說一大論有關於香港 że 絕對疫情 過來了 這場戲院 無法收取 使用 劃唱 元賞 英國人管治香港的時候 很聰明 你現在說不聰明啊?你不愛國啊 我不愛港,不愛廢官 說他們聰明的為什麼呢 那時候有一條法例 令到香港的電影業為何在80年代那裏 那麼厲害 令我們老人家 很痴痴 因為當時國經政府定了一個法例 就是地產商 開發一些區域 人口要這麼多 必須要有 一間戲院 明白嗎? 例如你做一個屋苑 那就不理你了,商場一定要有戲院 沒有戲院 你的地契 是不會批的 明白嗎? 所以以前呢 為什麼在 七十年代呀八十年代呀 香港的 戲院 會那麼旺呀 香港電影業會那麼旺 因為 你的戲院越來越多 如果你的地產商 你不走去 令到那個戲院旺,你就會虧本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地產商 會走去投資 拍戲的 明白嗎? 有些人就 你這個戲院在這裏嘛,我可以跟你賣了戲院的 或者我頂了你的戲院,在我的院線的 但是因為 你不給我 的話 你很麻煩的嘛 只有我們有戲的嘛,所以邵氏、家和,不是有家和院線,邵氏影算 這樣的東西 因為呢 政府規定了你們這些地產商不能賺那麼多錢 你賺錢的時候呢 你要輔助其他的東西 所以現在我跟你說 根本就不會搞 譬如你想 香港要蓬勃的 你一定要在 賣地條款裏面,要幫助香港那些不同國行國業 你給人家賺了錢,他就肯死了 他就不做了,因為那麼大地方 做戲院 賺到那麼多錢 他就賺大錢 但是 就是你 要 幫助整個 香港做各行各業 因為 有些人是要做一些 創作的東西,有些人要做某些東西的嘛,所以以前呢 在這個 賣地條款裏面,要賺多錢 地產商是不是先 對不對 那麼多錢 那麼 你要 擺這個劇 我跟你說,為什麼香港在90年代開始慢慢適微 因為地產商很厲害 搞定了裡面的立法局的人 明白嗎 修改了條例 所以 後來就沒有了 不需要在 賣地條款裏面 加這個戲院 於是戲院撿一間撿一間,但是因為你如果在地產 在賣地條款裏面,你一定要有戲院,你不能撿 明白嗎 一定要放在那裡 那麼地產商就沒辦法了 商場就一定有戲院了,對不對 那麼你有戲院了 那麼你要加入一些軟線 例如說你有其他那些劇情,香港有些片等等 那你一定會賣到,因為你有那麼多戲院 你現在戲院越粗越粗越少 那怎麼做呢 所以 你要輔助這些 方法有方法的嘛 不是說說說什麼 你死的官方很蠢啊 即是經濟差 是這樣的 你要幫助他,你不幫助他用政府力量,你不幫助他 把錢放進地產商那裡 那麼他就只是房價 樓價不斷升 然後反過來他就控制所有的 所有的經濟 所以你一定要 在賣地的條款裏面放鬆 等每一個行業 類似你要幫其他行業,都是類似是這樣的 因為你只要有戲院,他就被迫著了 他被迫著,一定要撐一間戲院上來 要不然要養老鼠 不可以的 所以多少人口 你就要有多少 你只要有一個 座位的戲院,我管你 減造多少 刑貿就行 這是一個方法 所以 為什麼 經常說廢官 這麼簡單的東西都不懂 很愚蠢 以前說被地產商控制 現在不是啦 立法官已經改了 他不會懂的 我們就要 限制你,一定要把你賣地 沒有的 很愚蠢 就是愚蠢 因為廢嘛 廢柴 廢官 對不對 說一個秘密給你聽 這是秘密 你不用幫我 公開秘密 好 希望你 傳這段影片給你 不知道的朋友 記得 覺得厲害的 你當然要點贊我 謝謝 訂閱 拜拜